大早上进食等于没有热量 把肉松酱多多吃过瘾是什么体验 哈喽大家 大早上看到冰箱里的肉松酱多多就忍不住咽口水了 下单了一家肉松产品比较多的甜品店 这个是虎皮肉松卷 被我放在冷冻里 刚拿出来的时候冻啃了两块 虎皮中间加的全是沙拉酱 土土的酱多多 推荐大家冻啃 加热后的话会有些腻 我感觉这个像是迷你般的酱多多 大的虎皮椎一不小心就可以全部吃完 但这种小的一个一个 你就可以控制量 买一次吃两三个 而且它的肉松油油润润的 也很有嚼头 吃完超过瘾的 虎皮动感也软软的 不仅酱多 肉松吃也很满足 这个是香葱肉松面包 跟上一款的区别就是一款是五皮卷 这一款是古早面包体了 沙拉酱其实就是鸡蛋跟油混合在一起得到的 面包体中间会有油渗透出来 吃动了真的很容易上透 面包体吃着更扎实有嚼劲 而且还有咸咸甜甜的香葱味 这两款都还不错的 看大家是更喜欢软软的虎皮卷 还是扎实的面包体了 个人感觉面包没有虎皮卷 那么油润 吃上去会更干一些 好适合配一杯美食或者茶呀 吃完手都油润润 这一款也是五皮跟肉松 它的沙拉酱都已经渗入到肉松里面去了 吃起来甜甜的 而且相比卷的话 沙拉酱就没有那么多 咬下去层次分明 第一款咬下去 沙拉酱会在嘴巴里爆油 更喜欢这一款的口感 层层虎皮里面还有肉松跟沙拉酱 经典搭配就是没有难吃的空间 不过感觉它家的热量应该是不低的 不管大早上吃什么都没有热量 还这里一个自薄烧烤肉松贝果 真的有一股烧烤料的味道 我冷冻拿出来的没有加热 我还蛮喜欢这种冻坑的感觉 巨扎实 前几口没有咬到料 是没有咬到味 肉松塞的其实挺多的 有一股辣条的味道 最后的大家伙 胡枣香葱火腿肉松卷 它有板砖那么大 胃口不大的话 一次半个就可以吃饱了 浓浓的香葱味 面包体外面有沙拉酱的 我感觉这一款的肉松会有点咸 一口肉松一口面包得中和一下 加热之后会更加松软 像我一样冻啃 慢慢啃 就可以啃好久 我吃这种面包就很喜欢 先把两边的肉松给吃了 它中间也塞了肉松是真的很良心 喜欢吃古早肉松面包的小伙伴 可以试一试 面包体巨扎实 只光吃肉松的话会有点重口味 好厉害前段时间不是出了薄荷系列吗 本来先给大家测评了 但是看大家都说只有冰川二巧最好吃 它上下两层都是厚厚的奥料饼干 中间一层蓝色的薄荷奶油 还一层是巧克力 果然还得相信大众啊 太符合我的口味了 像是冰山熔岩的升级版 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浓浓的巧克力味不湿薄荷的清凉感 还多了两层脆脆的饼干 没有试过的一定要去试试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如果你也看得开心的话 也记得点个赞哦 掰比